文约小强 速读援助 有自己自足 4000多个家庭 300多年一直如此 而保证我们如此生活的原因 正是我眼前的高塔 这座100多米的高塔 是300多年前 我们祖先修建的 真该感谢他们的远见 高塔矗立的小镇中央 守卫着我们 它的攻击范围 足有5000米 一旦有外来人 踏过这个界限 它就会射出死光 将其轰杀 美中不足的是 高塔没有识别能力 如果镇上居民 卖过5000米的生死线 想要回头 也会被杀死 正因如此 每年的贸易会 镇外的商人和小镇居民 都要用绳子 拖着货物进行交易 然而并不是 每一个小镇居民 都安于现状 更糟糕的是 在这群人中 有一个女孩 她叫水晶 我很爱水晶 她不仅漂亮可爱 更有着超群的 想象力和感染力 她可以轻易地发现 储藏在世间万物中的美 但是最近两年 水晶的理想 让我有些烦恼 她总是对外面的世界 充满着好奇 渴望离开小镇 去一探究竟 这两年 我尽力忍耐着 一直没去尝试 向她摊牌 但我知道 危机一直在扩大 想到这儿 我下定了决心 我要全力劝阻她 放弃痴念 这是避免失去 她的唯一办法 离开麦田 我打算去图书馆 寻找水晶 事实上 除了水晶 小镇上的人 很少会去图书馆 现在 仅靠父辈 颜传身受 即可轻松应付生活 谁还耐烦 看什么书呢 只有那些 天性不安分的人 才来这儿消磨时间 水晶就是其中一员 但是 今天水晶并不在这儿 这让我很不开心 因为她一定是在听 呼吁走出小镇的传教 于是我向果林走去 为了不成为 被世界淘汰的沙利 请跟我一起走出 这没有前途的小镇 到外面的广阔天地中去 此时正在说话的 是和我极其不对付的 传教人 网月 在她可笑的夸夸其谈中 我来到了水晶身旁 我有话要对你说 应我的请求 意犹未尽的水晶 和我离开了果林 然而 当她问我到底要说什么时 胆怯的我 却只是问了句 你们真的要走 水晶当即 给了肯定的回答 她的声音铿锵有力 竟是半分犹豫都没有 对此我十分不解 我无法像他们一样 是禁忌如无物 每次靠近生死线 我都不寒而栗 因为我害怕 失去麦子和土地 以及自食其力的生活 水晶向我解释 我们的小镇三百多年来 从来没有变过 而外面的世界 一直都在进化 在小镇千平一律的生活中 我们的心里出现了失衡 她不想昏昏噩噩的混日子 她想要找到生命的意义 只有到外面的世界 才能找到希望 可我们也没有绝望 外面充斥着无限纷争 哪里会有希望 我高声反驳 但水晶却是毫不动摇 即便是我近乎绝望的告白 也没能阻止她的背影 消融在暮色中 虽然水晶的拒绝 让我有些失落 但已经到来的秋收 绝对不能怠动 很快伤队如约而振 只是这次 他们在给小镇 带来奢侈品的同时 还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北方的黑鹰部落早已大旱 急需粮食的他们 已经荡平了两个村庄 眼下 他们正打算将矛头对准小镇 然而 对于即将到来的危险 长辈们却是无动于衷 在接下来的12天里 他们若无其事地生活着 仿佛小镇要迎战的 不是骁勇善战的黑鹰 而是任人宰割的夹击 第13天 随着出生的昭阳 远方的地平线上 出现了黑压压的人影 黑鹰部落 围堵在了生死线外 当中有众年男子 也有老弱妇孺 为野方万一 阵长安排所有男子 前往古林待命 在这种长辈淡然 晚辈紧张的矛盾氛围中 生死线外 开启了一场血腥的 攻塔行动 第一晚 黑鹰部落望头趁夜色 困进小镇 被高塔尽数击杀 第二天 黑鹰部落向小镇投掷炮弹 被高塔死光拦截 第四天 黑鹰部落意图挖掘地道潜入 被高塔炸到他方 短短几天 生死线上 便铺满了外来者 纵横交错的尸体 然而 今二连三的失败 并没有让黑鹰部落放弃 不仅如此 他们还实施了一个 让我精骨不已的计划 人海战术 一日清晨 黑鹰部落派出了 一百名老人送死 在最后一个人倒地后 我清楚听到了 父亲的一句话 二十五秒 在我不解的询问上中 父亲解释道 他们要计算的是 高塔的杀人速度 听此 我心中呼的 生起一阵恐惧 照此推算 一秒钟四个人 从生死见到果林 最多二十分钟 这期间 高塔最多只能杀死五千人 可这基本不及 他们整个部落的临头 下午四点 黑鹰部落的实验 便已然开始 随着一阵海啸般的哭喊 集结好的人群 向小镇发起了冲击 站在第一排的 是老人和妇女 他们用瘦弱的身躯 筑起人墙 带着排山倒海的气势 甘愿赴死 踏着血色的土地 第二波青壮年 也冲了过来 他们疯狂地哼跑嘶吼 然而面对高塔 他们还是在 拥刀下的麦子般 纷纷倒下 我这才发现 此时 高塔的杀人速度 远不止一秒钟四个人 并且还在逐渐提高效率 而令我更为震惊的是 明明已经没有任何希望的 黑鹰部落 竟然还在不停地 向小镇冲来 他们就像被一种 未知力量驱使 已经完全丧失了 判断能力 旅光闪过 死者曾击 黑鹰部落的队伍 急剧缩小 血红之下 终于有人恢复了 自我意识感到惊态 他们开始回身向外奔跑 恐惧终于彻底感染了入侵者 尽管他们疯狂逃跑 可是冷漠的高塔 依旧没有放过 生死线内的人 幸运逃出的人 则木然地站在边缘 他们没法帮助线内的人 随着生死线内 最后一个人倒下 大地陷入了 一片死寂 看着尸横遍野的生死线 我终于意识到 他们以命相夺的缘义 外面的世界是残酷的 进化的重负 能迫使一个强悍的群体 不惜以全族灭亡为赌注 他们绝不是为我们仓库中的麦子 他们真正想要的是 我们这座小镇 这座可以让人轻松幸福的小镇 由此我更加坚信 自己安于现状的想法 是正确的 灭族事件后的一天下午 水晶将我约到了 生死线附近的闲置地 令我不快的是 望运也在邀请行列 但这种不满 在见到水晶的瞬间 就尽数消失了 因为此时 他正站在生死线外 微笑看着我们 你疯了 你知道你干了什么 在我们震惊的目光中 水晶淡然解释到 从表面上看 这镇子可以说是很理想 很完美 它里面没有争夺 没有仇恨 没有暴力 没有侵略 没有欺诈 没有欲赫难填 但是在得到这些东西的同时 我们也就失去了另一些东西 那就是未来和希望 还有存在的意义 甚至还有幸福 这个世界 是为参与进化的人而设计的 我们与世隔绝 世界也就抛弃了我们 在这镇子里 我们的生命就形同一堆堆石块 这样的生活 何来幸福可言 我们总是需要一个开始的 那么就让这开始 从我这开始吧 紧接着 他向我和望月提出了邀请 出乎意料的是 一直渴望走出小镇的望月 此时竟是惊恐的后退 一刹那间 我热血沸腾 不自觉地上前了一步 此时此刻 我才明白 我如此喜欢水晶 正是由于我对希望的渴求与憧憬 虽然一直以来 这种欲望都被安逸的生活压制 可它却以另一种方式存在 现在 只要我在上前一米 我就能得到我渴望已久的爱 和一个完整的人生 然而 犹如炮弹在我的脑中乍响 我猛然惊醒 不 我不能再往前走了 恐惧压抑下的我 再也无法移动 终于 他转身走了 他一边走 还一边回望我们 我的泪水 再也抑制不住 却只能跪在地上 把手深深地插在 泥土之中 请不吝点赞 转身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